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类面相的人从来不缺钱财 唯一的缺憾就是婚姻上会遭遇很大的变故 在茫茫人海中难找到一位能与自己白发其眉的女人 一生将历经恩节恩离终生无子 最终也只能孤独终老 二 眉心紧索 频繁哭泣 都说男儿有泪不清痰 一个长掉眼泪的男人不只是个没出息懦弱的男人 而且还是个会伤亲害子的男人 因为像树里说男人频繁哭泣 容易将身边活着的人哭成死人 三 眼皮松弛 眼球外凸 这种眼睛与马眼十分相似 同样生有这种眼相的人也绝对是克子害妻的命 他们一生都在疲于奔命的工作着 却也从来没个盼头 而家庭的不幸成为了其最大的伤痛 四 鼻梁见横纹 女子的鼻梁代表丈夫的福祸 而男子的鼻梁纤细着妻子的戎衰 无论男女 鼻梁见横纹都是不善之相 在女子其表示可夫 在男子表示其克妻 五 泪堂深陷 卧残力缺如 男人的泪堂深陷得越厉害 其克妻的程度就越重 而卧残力缺如则会使得厚似凋零即克子 六 人中扭曲 作为人之寿命子女或福的所在之处 人中笔直清晰的人万事无相 其子女也会被自己的福气所庇佑 然而 人中扭曲的男子却命薄如指 何来福气必有子女呢 恐怕不要祸及子女就已经是万幸了吧 七 三肩 所谓三肩就是指一个男的鼻子肩 下巴肩 额头肩 这样的男人心胸比较狭窄 容易得理 不饶人 和另一半相处不愉快 容易局限另一半的运势发展 八 肩门低线 肩门为一个人的夫妻宫 肩门低线的男人在感情处理问题中不够理智 婚姻运不佳 容易使自己和另外一半的感情不和谐 三天两头争吵不休 九 全骨高耸 全骨高耸的男人个性强硬 事业上往往多劳少得 对家庭助力少会拖累另一半 十 胡须浓密不卷曲 胡须浓密且不卷曲的男人脾气暴躁直扭 从不听从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稍有不慎就可能发展成为家暴 变成暴力男实在不是良配 二 客气之相 一 山根上长有黑痣 痣生在不同的地方 对人的命运有着不同的影响 能够忘家运的痣 一般生在像鼻头 眼角 下巴 额头的地方 而倘若智生长在山根处 那可就太不幸了 因为这是子死其散的大凶之相 若于年上生出黑痣 则会将自己的灾难波及到兄弟姐妹 致使他们也有破财送命之险 二 全骨负金有智 全骨主权是权力的象征 男人如果全骨比较高的话 则控制欲和占有欲一般也会特别的强 如果全骨负金有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孤傲 也比较的霸道 所以这种人大多做事 喜欢独来独往 不喜欢也不适合与人合伙做生意 即使是对妻子也是同样 喜欢霸道的强行插手 和敢于对方的事业和生活最找小人 命中客妻比较严重 同时还客妻子事业 客妻财运 三 嘴角上方有智 嘴角上方有智的人 惰性一般比较大 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 这种男人一般胸无大智 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 整天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生命就像是一场赌博 所以这种人赌性都比较的大 为人比较的贪心 容易养成好赌诚性的坏毛病 导致钱不留存 容易散财 跟着这样的男人持有受苦受累的命 四 精明穴位置有智 精明穴位于眼角烧上方的凹陷处 精明穴连接人体膀胱筋 精明在相学中为人名门之所在 如果精明穴位置有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不适合投资 自己的思维容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 导致在理财方面比较的冲动 容易产生误判 知识钱财外流 让一家人跟着受苦 五 面部有三角质 三角质是指面部某个部位临近的地方 有三颗质 大小均算 而这三颗质又呈三角形知识分布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怪癖 生性比较多疑 性格多变 让人捉摸不透 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 这种人的性格也比较暴躁 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 可期严重 六 眉眼和眉尾有智 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 相觉中有称夫妻宫 如果眉眼外侧有智的话 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 夫妻宫顾名思义 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 如果眉眼之外有智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 会限制妻姐的视野 婚姻中容易出现第三者 导致婚姻不稳定 离婚几率比较高 七 右眼角下方有智 眼角下方为肋膛 又称子女功 如果右眼下方有智的话 这种男人大多会妨碍 子女运势 亦对父母不孝 为人脾气比较急躁 对待妻子和父母缺乏耐心 体内暗藏着暴力因子 这种男人最可欺客子 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一定远离 三 客妻的首相特征 一 手上有反抗线 反抗线是指在感情线的下方 出现的一条平行的短线 手上有反抗线的人 个性倔强 不屈不挠 凡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容易与别人对着干 这样的人在家庭中也非常的强势 配偶必须得听他的 不然便会找事吵架 配偶除非有很强的包容心 不然很难与其和谐相处 假如反抗纹向上延伸 穿过感情线的话 情况会更为严重 说明此人内心有反传统的意识 可能会在感情上 做出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二 太阳线上有许多分叉 太阳线上有许多分叉 代表民生的损毁和破坏 这样的人会在金钱上出问题 如因欠债而遭到讨债 或者权力的限缩 配偶也因此而跟着受连累 三 太阳线弯曲不直 太阳线弯曲不直的人 虽然头脑机敏 却喜欢走偏门 不愿意脚踏实地的工作赚钱 容易为了一步登天而赚快钱 而弄巧成拙 使另一半萌羞 四 婚姻线之线延伸到中指下端 与十字纹相接 有这种首相的人个性上太过自私 为了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 会不惜抛弃自己的爱人或者配偶 颇有现代陈世美的味道 五 段掌 段掌就是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 从首掌的一端至另一端 乘一直线横跃首掌的像 有这种首相的人优点是爱憎分明 做事有责任感 不达成功不停止 缺点是利己心重 好谈小力 洗弄权势 主观性极强 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 其人在家庭中喜欢一个人说了算 做事很少顾及另一半的感受 会让配偶觉得很累 六 两条生命线 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三条主线深刻明显 同时具有副生命线 形成两条生命线的人命运 与这类人生活在一起 配偶容易生病或者是出意外 七 两条智慧线 智慧线有两条 一条弯曲入水星球 一条弯曲的差不多跟生命线平行了 尾部靠近生命线 这是典型的科配偶像 如果没有其他线纹解救的话 配偶有出现死亡的危险 以上这些特征中越多科技越严重 希望大家在择偶时要多加注意 但其实也并不是说 有以上这些特征的人就一定不能嫁 关键还是要是两个人的相处情况而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